女孩只是体内住着一头恶魔 结果就被杀手盯上 即便身为蝙蝠侠助手的罗宾 也只是抵挡一瞬就被甩下了 就连战英和白鸽也被爆弹 战英被杀手女儿用锁链死死锁 而白鸽则更惨 只见杀手父亲用命 眼看白鸽坠楼生死不知 战英愤怒嘶吼 可终究还是被一棒子打瘾 只剩没有抵抗能力的锐丘被杀手带走 而这时狄克却才爬了上来 可看到的却只有半死的战役 还有坠楼快死的白鸽 着急急了的狄克连忙来到白鸽身边 然而白鸽却伤势很重 即便狄克拼命抢救也无济于事 而另一面 一家人杀手带着锐丘刚来到高速卫生间 不料一个红头发女人 却突然出现在杀手父亲面前 对方一看到他二话不说直接抬手 一瞬间恐怖的烈焰直接将他融化 这时正上着厕所的锐丘直接吓傻 但好在女人并没有乐意 他是来救锐丘的 而等到女人带着锐丘离开时 一家人妈妈跟儿女才匆匆打来 可看到的却只有 一具被烧得漆黑的尸体